连日来,贵州村超全国美食足球友谊赛正在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荣江县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来自全国297支球队将齐聚荣江,在村超赛场上同场竞技 该赛事也引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到荣江打卡品美食 当地餐饮住宿营业额持续增长,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 贵州村超全国美食足球友谊赛举办,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人流量 刺激消费增长的同时,激发了市场活力,旅游收入实现不断增长 相比餐饮业,酒店住宿每到周末订房人数就直线飙升 几乎处于满房状态,营业额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有球赛的话几乎就提前预定,在10天、20天以前 他们几乎就全部在网上预定了 我们客房入住率,在乘车期间入住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收入比以前多翻了一翻 球场内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 民族文化展演精彩分成 而球场外同样人声鼎沸,各种特色美食获得全国游客连连点赞 假期不快结束了,带着孩子,然后家人老公,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过来的 我们已经去了贵州的一些景区,华国树啊,还有力波呀 我觉得整个贵州对于我们,我们来了之后这个营养就特别好 这边的美食我们也吃得惯,哎呀,这几天都长胖了好几天 气氛很好啊,人间的烟火味很浓 爬了,放进山就来看春秋 贵州村超全国美食足球友谊赛时间为2023年8月至10月 将打造五个全国美食足球友谊赛超级星期六 各球队以美食促足球交流 是辽宁东港的,辽宁东港草莓队,这场气氛特别好 会激动,会激动 这地方人好,山好,水好 就是农江大台,大家来交流 有一个美食足球文化的一个交流平台特别好 我希望这个活动实际地下去,举办下去 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来,深圳队和农江形成 永远的友好的友谊 据统计,村超赛事期间,共吸引游客338.42万人次 同比增长131.75% 带动引流到前东南州其他县市游客176.02万人次 随着荣江县超经济的打造 带动了当地旅游、餐饮、住宿、文创、农特产品等行业的发展 旅游业呈现持续上升的良好态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